他们希望法院再另外找台大以外的第三间学校 来重新验证余正煌跟这个林志坚的论文 陈明通跟林志坚对余正煌的追杀 我要告诉大家还没有结束 可是你看陈明通的态度是什么 林志坚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还是对余正煌 我们这么优秀的一个公务人员调查官 去这个软土深掘 让他往死里打 那这种时候会让大多数的民众是站在余正煌这边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官司还没有结束 还会继续再打 就像我昨天其实在直播里面有讲到 陈明通这边的律师 据说他们希望法院 他们现在打著作权官司 他们希望法院再另外找台大以外的第三间学校 来重新验证余正煌跟这个林志坚的论文是否抄袭 因为他们认为台大学轮会没有证据力 这个话大家听得下去吗 如果连台大学轮会这么审慎的单位 然后去做了这么详细的调查 说了林志坚抄袭 你们都还想要在法庭上面翻案 这种偷吃布的这种拌拍掉的作法 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伪善跟非常的恶心 所以像陈明通他即便哦 现在断尾求生了嘛 必须要让他走 不然的话对于民进党施血会越来越大 可是陈明通跟林志坚对于正煌的追杀 我要告诉大家还没有结束 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在2024年会继续延烧 尤其是于正煌阵营很多资料是还没有公布的 那他会随着一些每一次的官司的进展 然后因为我这样跟大家解释比较清楚 陈明通他的论述都是奠基于于正煌的说法之后 他看到于正煌的说法他就编一个故事 可是问题是于正煌并没有把他所有的东西一次讲出来 这就会造成说陈明通编造的这个谎言 在于正煌拿出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资料之后 就会不攻自破 所以现在陈明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他瑟瑟巴抖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不要想说你在法庭上面你能够占到便宜 然后你想要力挽狂来颠倒是非 这件事情还是会继续造成民进党的失血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